8月22日,蒂里然与段逸宏共同登上《Vope Film》杂志封面,出演短片扭扣人生。 导演想要用中年的裁缝师与青年艺术家的相遇,引起外界关于圆满和残缺的讨论。 从杂志放出的封面来看,段逸宏与迪丽热巴的妆容符合了导演的要求。 但是也只是符合了人物设定,段逸宏成了精力沧桑的裁缝,迪丽热巴成了欣赏裁缝的艺术家,可除此之外,再也看不出这组大片背后传达的意义。 扭扣人生的设定本就不是爱情片,所以一些网友叫嚣着段逸宏和迪丽热巴没有CP感,这属实没有理解导演的意思。 但除此之外,这组照片还有一个致命缺陷。 这组照片,明明是迪丽热巴和段逸宏的同框,可就是感觉把两个人放在一起都非常违和,两个人的气场完全不在一个档次,更或者精准来说,两个人不在一个次元。 相比于导演给出的设定,一些网友倒是根据迪丽热巴和段逸宏的大片,给出了一个新的方向。 网友认为,这组照片若是工程师和他偶心沥血多年制作的完美AO的设定,倒是很符合大片想要传达的意义。 段逸宏拍得有韵味,迪丽热巴依然在以前的审美点上,两个人单独拎出来足够撑起一组照片,但同框照就像是拼借而成,把两个完全不熟的人放在一起,就是这种感觉。 而造成这组封面评论两极分化的原因,还在于迪丽热巴自身的颜值。 热巴是浓艳系美女,这一特质利用好了是加分项,利用不好就成了如今的致命伤。 回顾热巴成名后的多次红毯,造型师把他的浓艳特质发挥到极致,尤其是玫瑰庄园,更是迪丽热巴的名场面。 但迪丽热巴一旦加上刘海造型,那就另当别论。 这次合体封面就败在这儿,厚重的刘海设计把视觉焦点转移到鼻子上,造成鼻大嘴小的不协调感。 迪丽热巴的容貌虽是浓艳系,但稍不留神就可能偏男化,而现如今被造型这么易改造,过于硬朗的面目尤为凸显。 热巴并不是第一次在刘海造型上翻车,而这一次刘海更是没有与原生发丝衔接好,假发的劣质感更是无所遁形,眼神没有光泽,目光没有焦点,造成了画面的拼接感。 热巴之前在刘海上有多次尝试,几乎是无一例外的翻车,其中也只有复古明灵的造型还算是过得去。 有粉丝认为,这一次热巴的装造是模仿了范冰冰,但厚重的刘海以及过于硬朗的侧颜,还是让热巴栽了跟头。 热巴有多次无与伦比的高光时刻,那些都是没有刘海的时刻。 可现如今,造型团队避开了这个优点,反而把热巴的缺点攻之于众,这就属实欣赏不来。